尊敬的卢俊峰台长 您好 我的孩子就是因为心生而慌胆 就是大人疏忽 托迟了 就是一致结果造成了脑瘫 到现在也不会走 卢俊峰台长 也不会坐 他几岁了 两岁多 两岁多是吧 我给他看看 几几年属什么的 09年属牛的 我告诉你啊 你打胎好几个 全部都在你的孩子身上 一个都没走 你听台长的话好不好 你能不能给他 现在给你身上 你现在给他的药金者 念108张小房子 我已经念了几百张 好不好啊 再念108张 那么我自己的药金者 你不要说你的 好不好 你这孩子是不是 从来没有站立过啊 没有 从来站不稳的 对不对啊 做都不会做 对啊 我告诉你 就是那些小灵性 为你要载 他们附在他的身上 让你痛苦 因为你让他们痛苦 他们本来一个灵性 到人间可以活70岁 但是你把他打死了之后 他魂没有地方走 就叫孤魂野鬼 他就附在你身上 有时候跑到孩子身上 让孩子痛苦 让你更痛苦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现在你必须 好好地念 我告诉你 像这种情况 附体的话 这种孩子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你没有1000张超过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那么都要我自己念 能不能请 请人家念 一定要靠得住的 就是说靠不住的 那就不行了 听得懂吗 一定要念出来 靠得住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不好啊 他的功课 那个二十一 四十九遍大悲咒 七遍心经可以吗 四十九遍大悲咒 七遍心经 七遍心经 三遍领活 可以吗 给他念五遍吧 五遍礼佛 七遍心经可以吗 可以 这个小孩子以后 能不能够上学呢 很难 台长跟你说实话 我这个人不讲假话 我看到的就是看到 很难 我现在已经叫菩萨 刚刚把他治了一下 没生了吧 我如果再帮他治一下 可能你可以让他的腿啊 可能可以站大概几秒钟 从来没站过 你等等啊 你让他先两个腿放下来 看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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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声了一下 现在有声音吗 好了 说明有救 我们要 我告诉你 说明有救 小房子严重不够 你好好念吧 不要再问了 我告诉你 这个孩子 基本上 没什么大用 而且 瘦不长 没有办法 人就是这么的苦 你听得懂吧 那么我们现在 那个 中药还要 你现在 中药是吧 你中药给他 给他给他吃 你主要要狂放生 可能 当你放掉几千条鱼 甚至上半条鱼的时候 他会有突然的改变 小房子不要断 那么要帮他许愿吗 要 你帮你自己许愿就好了 明白吗 那么他能不能台长帮他加持一下 让他晚上睡觉睡得安稳一点 我一个人能救多少人哪 要靠你们自己救的 我加持一下 我刚才给他加持过了 他不是停下来了吗 就像推拿一样的 推拿一下 哎呦 好舒服啊 过一会儿又痛了 对不对啊 他如果自己注意的腰的保养 他就不会再痛了 听得懂吗 站起来了 站起来了 好了 排长我想问一下 那么我打胎的孩子 我也给他们超度了 为什么一个都不走呢 看见吗 站着了吗 一直站着了 看见吗 打胎的孩子为什么不走 你非常狠心啊 有一个胎儿长得很大了 你把他打死的 听得懂吗 要上月了 听得懂了吗 这种妈妈你看 还要问 为什么他们还不走 我告诉你 那些人都听着 你讲了这句话 他们就饶不了他 你不能乱讲话 在这里啊 你改了 哎呦 对不起啊 我一定好好念经 就可以了 哎 为什么你们还不走啊 拿了我的钱还不走啊 我看你不想活了 对不起 没声了吧 看见了吗 听得懂吗 好了 好了 谢谢 好好念经 蛮可怜的 这个孩子 我也不想愿意 讲给他妈妈听 活几岁 我知道的 嗯 什么东西 我担心 魏可怜的 这个孩子 在这你 我的智虎 能以振 来 像柳林